好 在这边呢 它要你draw the skill roving of each of the object to a skill 1图1.2 1图1.2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放大2倍 然后1图3的时候呢 它是缩小3倍 ok 所以那个放大2倍的它不够位置 我就不讲了 然后拿那个缩小3倍的 因为全部除3就对了啦 那这边原本123455个 然后你再除3 放大2倍的反而比较容易 缩小3倍的你就除3这样来画 好 然后重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skill呢 它是那个1图n 然后n等于1的时候呢 它是same size 然后它的n小过1的时候呢 它是放大 然后n大过1的时候 它是缩小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 它在这一个 呃 它叫你重画 在2cm的grid跟0.5的grid 这个是我的object的skill 然后这个是我的drawing的skill 这个是我drawing的skill 所以我的第一个呢 它是2图1 ok 我们的skill是那一个drawing to object ok 所以它是2图1 然后可是我要写成1图n 所以它会变成1图1把2 然后第二个呢 我这边是0.5图1 我左边乘2 右边乘2 所以它会变成1图2 ok 所以它是1图1把2跟1图2 然后这个呢 它就缩小3倍 ok 缩小3倍 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呢 你就画另一个图 它这边是1cm 然后3cm 这样 ok 然后它的这个半圆的radius是1cm 这样啊 然后再来的时候 它这一个1图200 所以1图200呢 代表的是1cm 图200cm 然后它会变成1cm 图那一个2米 所以你这一个你除2 它就会变成2cm ok 除2米 2cm 然后这个你也除2 你画4cm 你除2 这个5cm 然后8 这边一样一样的话呢 它这一个就是4cm 它就有2cm 2cm ok 然后这边是2cm 这边5cm 所以这边3cm 你这样画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一个它是放大2倍 放大2倍的话呢 它这一个你乘2 你就画8cm 乘2 你这个画4cm 然后这边是4cm 4cm 4cm 然后过后 呃你中间平分过去 然后这边8cm 8cm 这样就可以画到了 然后这一个它 它 the diagram show the skill drawing 所以这个其实是它的Drawing 来的 ok 然后Draw the actual object ok 它这个其实是已经是放大了 ok 它这个是一图1.2的时候 它这个其实是大2倍 ok so这个object呢 它比Drawing大了 这个Drawing比object大2倍 所以它真正的那个Drawing的时候呢 是它的缩小的 ok 所以你要跟它缩小2倍 就是它真正的那个Drawing ok 然后 呃 ok 嗯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嗯 你自己用那个 呃 Grid 来画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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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过后又再跟它合起来这样 ok 然后再画一个圆圈 圆圈呢 这个是1 2 3 然后你过后用1.5 的 这样来画 ok 好 总之你现在你的object的时候呢 是 这一个 的 呃 一半 ok 因为它放大2倍了 所以你画它的一半 ok 一半 就是它看 这是它看 大